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9月17日 剛剛《華盛頓郵報》的一位資深記者 Bob Woodworth 出了一本新書 這本新書叫《Rage 憤怒》 不知道憤怒是什麼呢? 這本書是講特朗普總統先生的 書裡面有提到我們的祖國中國 其中他有提到有兩次當疫情開始爆發的時候 兩次特朗普總統先生跟我們習大大有通過電話 這兩通電話根據他的描述 我不知道他的消息來源 他的描述說這兩通電話其實特朗普總統先生 是想伸出善意的援手 但是被中國允許了 其實這樣說到好像我們故意不去跟美國配合一樣 但是事實上又是怎樣呢? 這一篇文章這一本書裡面所提到的一件事 就是在《南華早報》前天有報導出來的 所以今天就拿來跟大家談一談 他裡面提到有兩通電話 第一通就是3月27日 就像標題所寫一樣 另外一通電話就在2月6日 現在2月6日那一通電話 就是說總統先生說 想派他們的疾控中產的人過來 來幫中國解決這次的疫情 但是結果就是習大大說 他自己會個人去統領這次的抗疫 所以就不需要美國幫忙了 聽上去好像很不近人情 但是事實上我們要看看 中美的關係當時是否真的發展得這麼好 其實我們應該記憶很深刻的就是 從去年年底開始 特朗普總統先生不斷地 向我們的祖國發出這個貿易戰 就是不斷地用提高關稅的方法 說要懲罰中國賣太多東西給他 其實相信大家如果有聽到小弟之前的評論的話 都知道其實世貿組織是不建議 亦都不容許會員國是這樣做的 其實美國的做法已經是違背了世衛組織的規條 再加上其實一直在打貿易戰 而且到了1月底的時候 美國又一次觸犯了全世界的規條 就是他在1月31日突然之間宣佈 不讓中國人入境美國 就是因為怕這個病毒帶進去感化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世衛組織 他有詳細的時間線 寫得很清楚出來有疫情的開初 一直寫到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真的去到3月11日的時間 世衛組織才真的將這次新冠肺炎 定義為一個全球性的瘟疫 3月11日才定義為全球性的瘟疫 所以去到1月底的時候 再加上中國已經鎖國的關係 其實美國是沒有論據 說不讓中國人入境的 所以他當時這樣做 對中國是一個非常之不友好的表現 我們可以看1月31日和2月6日 差幾天 一個星期都不夠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政治性的決定 第一個實質性的需要 可能有些人都會說 這是實質性的需要 因為當時中國還在爆發新冠肺炎 但是我們看回 同樣這個禁令 到今時今日 中國仍然榜上有名 就是不讓中國人入境 是的 這樣就說 如果過去14天在中國 就不讓入境了 那所以 就真是很有趣的 就是現在明明中國的 明明是中國的疫情已經控制得這麼好 他們仍然是有一個這樣的禁令在這裏 那大家又平心而言想一下 這個是一個政治的出發點 還是一個疫情控制的出發點 那所以2月6日 習大大懸拒了美國的 所謂的友好援手 其實是因為看穿了 美國背後 不是真的這麼友善 去伸出這次去援手 那所以小弟覺得 如果是小弟 我都會同樣地去拒絕 那3月27日 同樣他又再提出過 我派一些人過來幫你手 好不好 那這次習大大就說 其實現在中國所做的封鎖 檢疫和社交距離 已經將疫情控制得很好了 所以不需要了 這個又是否真的 軟拒了他人的好意呢 我們可以看看 習大大所說的是否事實 因為我們在Modomita上面 有這麼久以來 由疫情爆發開初到現在 每一個國家地區 它的疫情發展的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疫情大概是由1月下旬 開始在中國爆發的 其實一直到2月4日的時候 就是到了最高峰位的時間 那這裡有另一個高峰 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當時 我們的國家是改變了 這個統計的方法 所以導致有很多 最初不算是病人 都納入了病人 才有這個高峰 但是我們看看 疫情的發展到2月4日 去到高峰 其實當他們第一個問題 問出來的時候 2月6日 其實疫情的狀態 已經是慢慢回落了 3月27日 他再提出同樣說 過來幫忙 這個絕對是一個笑話 因為我們疫情去到3月1日打後 達到3月份 其實疫情已經去到零零星星 很少很少單日確診的個案 相反我們看看3月27日 美國是什麼環境 3月27日其實美國已經是 進入它的爆發期 當然美國的爆發其實是很久的 真的是美國第一 從3月中大學 美國不停地爆發 一直都沒有停過 去到3月27日 在美國 他單日確診是1萬9千多人 所以他在一個國家 當時已經控制到 是雙位數的單日確診 突然之間有個 每日確診是接近2萬人的國家 打電話給元首說 不如我來幫助你去抗疫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實質 真是伸出援手的做法 還是其實是一個大笑話 小弟真的覺得是後者居多 你有辦法 你先控制你自己國內的情況 你走過來突然跟我說 我已經控制得這麼好 突然說我過來幫你忙 你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其實整件事 我們覺得很反智 而且老實說 就算不說美國自己的疫情情況 美國又是否真心伸出援手呢 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在3月份發生了一件 相當大的外交糾紛 是什麼呢 就是特朗普總統先生 不停地說新冠肺炎 是中國肺炎 是中國病毒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這件事 其實在3月初的時候 他已經很多次在公開聲明的時候 用中國病毒來代表新冠肺炎病毒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又怎麼可以接受他 是一個友善的援手呢 這件事去到什麼時候才結束呢 又是在他打電話給習大大 之前3天去到24日 他才宣佈說他以後都不再用中國病毒 不過 賴總統先生 他出爾反爾 大家都不是不習慣的 但是他真的在24日說過 以後不會再用 他說要保障美國的亞裔人士 因為當時已經有些人 因為這個名稱 就去攻擊他們 我說的攻擊 不是說話的攻擊 是真是物理性 人身安全方面的攻擊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24日他才不再這樣 去詆毀抹黑中國 27日又說要來幫忙 你不要玩 還有他說 這個是中國病毒 到底是真的 從這個戰射過來 是否真的有他的理由呢 我們看看最新最新的 美國自己的報道 9月15日 就已經在美國CNN報道上面 就說美國有研究 指出新冠肺炎的病毒 可能在12月份已經在美國爆開了 我們如果找回這一份研究的報告來看 就會看到他的研究方法 就是看看美國去年 在同期的時間 到底那個看醫生 得到類似新冠肺炎病徵的人 到底多還是不多 他用的方法就是在他們看醫生裡面 那個診字 找一些關鍵字 是跟新冠肺炎的病徵類似的 然後作出一個搜尋 發覺自從去年12月 到今年的2月 其實在美國因為這些 類似新冠肺炎的病徵 就診的人士或者確診的人士 受醫療的人士 其實是遠遠大過之前五年 那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他就是說這樣就代表 當時有這麼多去應診的人 去求診的人 其實很大程度上 他們可能是感冒 但也有可能性是新冠肺炎的患者 所以這班在UCLA 即是南加州大學 洛杉基分校 非常之出名的一家學校 學者們 就是得到這個結論 就是說可能去到去年12月 新冠肺炎的病毒 已經在美國蔓延開去了 那麼大家相信 記憶都很深刻的 就是這個病毒 什麼時候正式在中國確診呢 沒錯 就是去年的12月底 那就是說呢 現在最新的科學研究 就是說美國的爆發時間 應該跟中國是一樣的 甚至是更前 那就是說什麼 他說這個 中國疫苗 小弟會覺得 叫它做美國疫苗 可能更加徹底 其實小弟之前有好幾段片 就是和大家探索一下這個病毒的源頭 其實源頭在美國的機會實在是十分大 那麼大家可以找回這幾條片 出來看看 那麼小弟就不是在這裡累贅了 但是可以看到 這一本書裡面 所提到的美國善意的援手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 根本就是美國對中國不友善的時候 去做出來的一些門面的功夫 甚至去到3月17日那次 其實美國是根本自己都搞不定 然後看到中國搞定 就是炸家衣又說要幫忙 到底這些是真心的幫忙 還是一些門面的功夫呢 小弟作出了決定 大家自己的想法 留給大家的評論 好 小弟這次就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那麼如果大家覺得這段影片分享的資訊有用的話 很希望大家是按一下分享鍵 將它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大家有興趣參與小弟下一個話題的討論 歡迎大家訂閱這個免費頻道 還有最緊要按了小鈴 還有把通知設定做全部 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錄影和直播了 再一次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 請教 слово 再評論 請教育 押忍